2008年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 将台湾的中华巴埃屯族群 列入保育红皮书的极度兵威等级 估计族群数量不到100只 我出生于台湾 在这之前 我从未听过台湾有这种海豚 因此这篇报导 引发我对中华巴埃屯保育议题的好奇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台湾的巴海豚面临现今的困境 而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 来改变这件事 成长需要练习 就像学习音乐的练习曲 唯有历经不断的挑战 提升演奏技术 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 台湾的巴海豚保育运动 何尝不是这样开始的 中华巴海豚分布于印度洋 及西兰太平洋沿海一带 主要栖息在今岸水深 10公尺左右的浅尘海域 是一种只能生活在今岸的海豚 体型最大可达280公分 体重约250至300公斤 中期一生 可生活30至40岁 白海豚刚出生时 全身成铁灰色 幼豚会跟随母亲生活好一段时间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色会逐渐淡化 同时也开始学习社交互动 跟其他同伴一起生活 他们多半三五成群行动 密食 巴海豚性成熟约10至12岁 此后体色的斑点几近消失 化作美丽的雪白或粉红 中华白海豚是中国大陆 香港及台湾等政府 公告的濒临绝种 一级保育类衍生动物 全球仅存4000多只 而且族群数量 有逐渐下滑的趋势 是最宾尾的海豚之一 它的未来将如何继续呈现在 我们的眼前 就取决于我们的一念之间 他们主要的威胁 来自棲地丧失 海岸污染 食源减少 以及高速轮船的伤害 保育白海豚多半牵扯到 国家经济发展的敏感议题 因为白海豚喜好在河口附近生活 而这些地方也正是工业开发的首选之地 所以白海豚从出生开始 就面临比其他同类物种 更多的生存挑战 中华白海豚可分类出几个亚族群 其中台湾的族群 只分布在西海岸 族群数量不到100只 西海岸长达400多公里 一年世纪海象变化极大 想要在这片茫茫大海中 找寻仅存的台湾白海豚族群 简直是大海绕争 我望着海面上的白色风浪 想象如果这些都是白海豚的背影 那该有多好 2008年 国光石化科技园区开发案备受争议 预计在西亚岸田海造路4000公顷 因为影响层面广大 总共召开五场专家会议 其中对白海豚生态气地的影响 是最受国人瞩目的一项 国光石化庄华民这些老师也还有同样不想 说今天的专家会议 不幸的通过 国光石化说它的开发是不会影响中华达野屯 而不听所谓的国际专家 跟相关的学者专家的警告 所以有可能导致达野屯的灭亡 那今天等于是 这个会议就是在判中华达野屯的死刑 2010万共产 溫室距離沒關係 海岸線被侵蝕沒關係 一隻死亡要攻殘 你這裡有向來我們來看看 好啊 看看 好啊 我們常常都要吵架了 2009年9月 台灣西亞岸發現一隻死亡的中華白海豚 弗爾摩殺精保育研究小組 和我們從2002年開始 那就開始一起在合作台灣的西海岸巴海豚的研究 那TW03剛好是研究以來第三隻成功辨識的海豚 他嘴巴 他的嘴尖 有看到這些刮痕是很新鮮 有溜血的一些刮痕 擱淺的時候他已經非常瘦 這隻是已經蠻老的 算是蠻老的 這是他的背棋 然後有蜜乳的狀況 那這個可能意味著他可能正在捕育幼豚 那再從他的軟巢上面的這個結構去看他軟巢上面有一些白遺體 表示這隻海豚曾經在他的過去 補育過幾隻小海豚 所以這是一隻成熟的母豚 另外從病理分析的角度 TW03致死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當時我們解剖的時候我們也做了這個細菌的分離 那這些細菌呢也並不是海中沒有的細菌 都是海中常在的細菌 那當然當動物身體變得比較瘦弱的時候 體質比較不好的時候 這些正常的細菌就會變成有害的病原菌 所以我們後來也是繼續去研究他的這些內臟是不是有一些腺 就是在罹患這些疾病之前內臟就有問題 那當然同時我們也發現他的肝臟腎臟跟心臟都不是非常的正常 這隻海豚經過了其他的學者的分析之後 發現他的體內的污染物是超標的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食物的關係 那你們可以發現就是當白海豚他的體內有污染 然後食物的量又比較不夠 需要更努力的去尋找的時候 當然就造成他的這個身體上面的這些緊迫 然後最後也會造成他的這些感染這些微生物 然後讓他死亡 唯一只在思考 如果是自然的生老病死 我們可能幫不上忙 但是如果是人為因素的話 或許我們還可以使得上力 首先是要處理白海豚食源不足的問題 搶救白海豚保育要加快 搶救白海豚保育要加快 搶救白海豚政府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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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在不當漁法這一塊 一定要加強落實嚴格取締 所有違法抵脫的漁船 而且應該要開罰 不應該有任何的理由說 幫他們一馬葬 然後任憑他們繼續在我們的海洋裡面 傷害我們的海洋環境 以及這些非常珍貴的白海豚 台灣漁業法規定 巨岸山海裡禁止使用拖網 不過我卻經常可以記錄到這樣的違法情形 拖網是威脅海洋最嚴重的漁老法之一 作業時 網板只選擇較差的網目 會影響海底生態 容易混和幼小的魚類 王建平教授 是台灣救護擱淺金屯 及魚類研究的專家 究竟拖網漁法 對白海豚的食源有多少影響 我們大致上從西南沿海的這個 抵脫或是六次丸的這個漁獲裡面 可以看出來將近有20%到30% 是白海豚才能吃的這些食物 漁民呢 是在近岸的漁獲 會有比較直接衝突 那如果要避免這個衝突 當然是希望呢 就是說 像抵脫啦 就不要再近岸了 從漁民的就是漁獲來講 他們是認為有明顯的減少 周蓮香教授研究團隊 在政府相關單位 及民間企業的委託下 在台灣西海岸與金門等地 以進行多年的中華白海豚族群生態調查 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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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麼多年來呢 我們發現它的出現呢 大致上就是在苗栗的北界 一直到這個台南的北邊 將軍港這個地方 那這麼多年來資料累積多的時候 你看密密麻麻這樣一條線 好像一條線 全部都有分佈 所以乍看呢 就覺得說 跟河口不是有這麼明顯的關係 那於是我們分析之後發現呢 台灣有兩個熱區 就它們分佈的密度呢 比較多的地方 就從苗栗的南邊 一直到台中的南界 那還有一個區域 就是在麥寮港以南 到外山堤的南界這個地方 我必須要離請 今天我們開這個專家會議 就是要想辦法去保護這一群白海豚 國光石化它是一個很大的開發面積 它的影響範圍到八千公頃 實際填海遭入隊可能到四千公頃 它這麼大的一個棲地消失 在這個報告裡面完全沒有提到 現在台灣的族群量的狀況呢 就是它有可能會微微的上升 也可能微微的下降 就是在一個邊界 那如果我們國光填土之後呢 把這族群結成兩段之後 當然無可諱言的 它一定是滅絕的 而且是蠻快的 如果永久分割的話 當然國光有這樣一個港口在這兒 多少會造成阻礙 那麼保育呢 它基本上是政府的政策 因為它是一個國際保育的動物 那麼在西海岸呢 除了國光以外 還有台售的麥寮 還有長兵工業群 它跟我長寶龍一樣聰明 我如果肚子餓要經過這個 齊樓要去飯店去吃飯 齊樓變成擋住了 我當然會覺得不方便 這就是主角效應 但是我會從旁邊讓我去的 所以我不會說一堆這樣子 就回家去餓肚子破壞 石化業對國家很重要 我們認為同意你的觀點 可是中華派有什麼的 那個環境的問題 海域的環境問題 你要相信其他專家的意見 已經有這麼多專家 國外專家也這麼強 國內專家也這麼強 你為什麼還要硬幹呢 這場台灣大規模的公民環境運動 集結一萬多人走上街頭 表達反對石化業汙染 以及保護白海豚棋地的心聲 守護地球公民 守護地球公民 保護中華白海豚 保護中華白海豚 我們希望這個國光石化 不要被政府有條件的通過 因為我們要保護這個中華白海豚 而且還要保護這個中華白海豚棋地 保護台灣大海豚棋地 保護台灣的土地 從今安睡 無色無難 我們共同努力 我們把這樣的聲音發到國際上去 然後讓國際知道 台灣的自由民族 就是使得我們在這裡 不只維護人權 而且維護怎麼樣 維護動物的權利 我們大家共同打招 多謝 再見 謝謝 國光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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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這裡 為了解各位的心聲 了解各位的問題 國光衆 對現在有下問題的關鍵 反映在我的政策裡面 這是我在目前 編向各位承諾的這個立場 說明話的心理 我沒有考慮這部 進化成一個來程主義的動力 這是我對大陸新民的承諾 正在大法 但這個上海的高峰 如果經濟跟科技的承諾 被環境有嚴重的影響 或者迷信造成傷害 這個時候環境保護優先 馬上要帶您關心 國光石化開發案的最新進展 專案小組環評會議 今天做出的結論 是不與開發跟有條件通過 兩岸併程 國光石化案環評會議 最後做出兩岸併程的結論 在第一時間 總統馬恩九率領府院官員 舉辦記者會 宣布政府將不會支持 國光石化在彰化設廠 我會要求行政院 透過經濟部 促請國光石化 在它要舉行的股東大會當中 明確的表明 不會支持國光石化開發案 在彰化線繼續進行 環保運動初步成功後 政府也著手進行中華巴海豚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化設的掀起工作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屬於保護區的其中一種 除了可抑制西亞岸的工業開發之外 也攸關到漁民的生計發展 中華巴海豚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縱產範圍 北起苗栗龍鳳漁港 攔至嘉義外山頂州 橫寬依區段圍巨案 依治山海裡等規劃 總面積約763平方公里 它就像在那村裡 在我們的生海荒 所長已經沒有到100隻 甚至高級最少可能只有70幾隻 它的生活環境破壞 主要就是我們海荒 海荒很多建設 未來今天 正經說過了 維營的關節就是 山海裡以來的環境 禁止拖望 這是現在 本來就已經是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其他沒有人好的 很多對我們的虛 沒有人好的很多的行為 我希望你真正的了解 你不要因為你是讓人有錢 你什麼話就可以做 什麼話就可以做 阿滾咧 我們都要每天來撩 來撩你聽我 來撩你 來撩就三更 我撩沒有三更 我沒有餘季審常 只要撩你而已 你要保護不可以 但是你怎麼還在負責他們的生活 最好沒有 你的轉捲資金要負責 你要怎樣做 我沒關係 拜託你啦 先關心這裡人民的生活 再關心這裡 亞生動物的生活 謝謝你 他的目標很好的 緊急開發 緊急開發 緊急海防的開發 補給我們既民的生存 緊急拖望 補給我們既民的生存 但是你如果說 我幫你緊急拖望 我知道你沒有其他 我們政府可以這樣保證嗎 因為我們移民就是不相信嘛 所以今天才會一直提出這個餘地 那因為 親下來是漁民他們覺得說 漁民第一個當然就是很恐懼說 你這樣畫下去 雖然我們一直保證沒有 不會再去影響他們的餘牢 但是他們怕說 會不會過個五年 過個三年又換了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 就是漁民對政府的一個 可能不信任感 所以主要是 這個新法沒有辦法突破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中國有句話說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我想這就是現今漁民和白海豚 所共同面臨的困頓 是今年雷月所形成的 中國大陸的廈門 廣東出海 以及香港 都有設置國家級的 中華白海豚保護區 但是化設保護區後 保育就高枕無憂了嗎 為了化解心中的疑問 我決定前往中國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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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 堅持一趟 最終的大陸 你來看 我決定前往中國一趟 在家裡 台中 我決定前往中國一趟 有限後 大陸的壁 我們要進食 到家裡 到家裡 他這幾年這樣經濟的快速的發展 這個捕魚的海域有沒有受到一些影響 我講一般都有了 我講這幾年的魚也不好捕 就差得多了 最近這一代排海吞出現的比較多 你們可能也要經常船有出來的話 巡航的話在保護區巡護的話要經常看一下 盡量避免高速快艇對白海吞的生存的影響 鯨魚區是怎樣實行 它實行上一開始是跟漁民溝通上 會不會有比較困難的地方 我們廈門實行鯨魚期和鯨魚區 這個是有法律預計的 首先鯨魚區是國家規定的 從緯度多少 精度多少 每一年什麼時候屬於鯨魚區 這個時候是國家統一規定的 那麼進捕區呢 是我們根據廈門的海洋功能區化 以及根據廈門的海域的實際情況 我們劃定了部分的鯨魚區 也就是說這個不能在這個區域裡面 從事補道作業生產 鯨魚進捕應該說是也豐富了中華白海吞的耳料食物 要處理這個生態保護和發展的問題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問題 下面的漁民應該說通過這麼多年來的宣傳教育 在這個遵守法律法規方面還是做得比較好 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